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飞翔 我给你带来的熊猛的一个风格战旧人的一期修正版的熊猛军战解说 这场比赛有一个的小小分色录比老骁 两边一个联纳其他两个随机的标舞 开启着互相暴走彻底疯狂 哦 开启小小还是着头节奏 哦 这速度实在太快了啊 空不如斯 来看下一回合 那相信这个规则大家也猜得出来 那必是一场惊天动地的血腥大战啊 这时候下星群点完以后 拉后等你AB 再一波下星群直接收掉 老骁这边也是经验丰富 对吧 完全知道你想做什么 看一下小小这边的威斯 两天气也没花啊 铁山靠顶起来 但是连段失误 第一个铁山靠你看就得开BC啊 不然后期的话会失误的 这个铁山靠BC就随时打在最高点啊 打点一旦高的话就可以无限连 看一下老骁这下 铁山靠啊 思要循环BC但是连段失误 要两跳CD想修隐藏 但是有连段失误 没关系小跳赛片头 高杀灰空 等一下想做什么 前冲反而被点下盘 老骁这边 呃不亦乐乎 是吧 这小小有点想秀的意味 但是没秀成啊 反而是失误被缺反 这下有点拉胯 说实话 开个玩笑啊 看小小的K49 来吧 K49看一下能否一血牵制 波动牵制 还在波动 小小看脉卓的发布很想要啊 没有一直发 也不会不发 对吧 这下青春龙对色而皮的为比 哎 有一些脉卓玩家啊 玩这个风云无限系版本 基本就放弃发波了啊 这也不对 对吧 毕竟你这个波还是你的强势点之一啊 要善用角色的所有长处 看一下这一下中断则中 X龙不断我 我有起来小小这边遭得撞 其实一丝血的K49 还是能翻盘的 跳臂打中落力 漂亮 就决定为正妖拳 再接无攻守 到小这边还剩一丝血 有下招啊 我有切点下招 刚刚说完啊 一旦有下招呢 这K49的反尧角 就不能心意的用了 在支持下 底半下C魔种 漂亮 这琢磨的下招 是天克K49的反尧角的 对吧 下招反应只要到位 角色跟库拉 是 这是什么东西 速度好快 四角着地 好像一个野兽 天脸躲开一天的反尧BD 这个反尧BD不可防御 而且连段非常舒服 但是距离过近的话 是没有判定的 毕竟这个棍子 是有长度的 对吧 那句话怎么讲呢 这持有所短 寸有所长 都有自己的长短之处 看一下双方比利内战 看起来是人场赞助 比利这个角色跟库拉 还有莲娜 并称是四版本 就是2017修正版的三雄 都是T0级的 来看一下一回合 看一下小小这边 最后一个手底的利安娜 开启暴走吧 毕竟他抓到一套 也是十哥 不如暴走获得速度 但是这下 罗伊比非逮到下盘 直接收点 这小小队阶 还是这么的爽快 等不了一秒 等不了一刻 随时准备爆炸 靠近点快要融化 再看一眼就会爆炸 想要把你善为己有 背背背 我在说什么 生龙怼过去 看一下老肖这边利安娜 坏了这下暴走 没有择到对手 反而被一批原地 十只高跳重嘴 对此二批的前走下星角 这边小小是人才皆备 不单赢了 而且利安娜是满血 这边暴走一下 下比才生龙打中乱动 但是没想到会中 老肖这边的李梅 打利安娜基本是没办法 也不能说赢不了 只能说太难了 对于李梅来讲 基本只能靠赌 靠预读 靠嗅觉 靠直觉 还是小小这边 可以实打实地去打你乱动 看一下老肖这边的包子 利安娜再次暴走 在暴走 利安娜的前冲面前 包子的波动 视如无 这手隐藏怼过来 看吃不吃龙丹 眼醒龙来 生龙怼过去 一个站定 但是你看 把这个波动 是中段波 利安娜跑得太低了 身位特别大 直接能躲开 前前就能躲波 基本是无敌的 一分二比一 来看下一局 老肖这局 直接被利安娜给穿三 看一下这局怎么讲 小小再次 连娜排头 老肖也连娜排头 两边同时暴走 彻底疯狂 好的 下一辆 剪生龙 Max 第一次进去 帅的老肖 帅帅帅帅帅帅 帅 手法非常的先手啊 来看小小这边的 龙二登场 YAMAZUKI 看一下老肖再次暴走 不如前冲 被点下盘 坏了 这小小这边 确实比较的 反应速度很快啊 龙二这个角色 抓到一套机会 不管你是谁 即使是老卢 也能一套死磕啊 所以说老肖这边 果断选择暴走 对吧 无论是残血还是蛮血 都是一套死 那不如暴走 还下马力 用B枪开PC 前冲战C 大跳中的逆枪 但是打点过高 落地轻小连不上 好的 结果带走 生龙循环 马力玫瑰 那这一局 小小就很难了呀 大跳只剩 最后一个手底的 雷下 雷下这个角色 爆发是有 但是力回很难啊 这力回怎么办 跳C想空 先跳进攻 欧云游记者 战壁下壁 点中一套 一套倒是带不凿 带出巨伤啊 对吧 你像这种依赖波动 或者说 没有那么强势的 对空手段的角色 你要是残血的 就真的很难了 活动 来 战C6B 带着RB能量 闪失前冲 逆向一套 漂亮 这个 跳C想空 前冲的 打逆向 这是经典的责 是吧 看一下双方 最后一分的争夺 都没有把连娜排头 选择阵中 英雄所见掠童 倒闭带入 正妖玄武 攻守 有这套伤害 还是蛮痛的 看一下威斯怎么秀 罗伊兵一枪 头去刷一波 看一下 又一个秀气隐藏 漂亮 这也就是在版边 这不在版边 是接不上的 或者说很容易失误 看一下 准准防御回连结 用6A各种的摸奖 反而小打乱动 但前冲直接被投 小小这边再秀一藏 你看 这版中确实很容易失误 起身生龙 直接收掉 来看一下小小这边 耳发出墙的暴走 莲娜 开启暴走吧 彻底翻误 莲娜直接暴走 这下 K49的反射角 被一批前冲三 当点下盘 虽然说连段失误 但是老肖第一时间 也是不敢动的 还是被责中 格斗游戏就是这样 先给你摁磁势了 或者说先打到你不敢动了 然后再去放针 看下双方 莲娜同时暴走 老肖没有选择暴走吗 还是暴走 不暴走 根本抗衡不了 对手的暴走莲娜 跳地带入 下一声龙 直接收掉 要用魔法打败魔法 对吧 来看小小这边的七加射 找着 七加射要面对暴走莲娜 前冲三挡 但是没有开DC呢 起身直接敲大背 可以 也是七加射的一个经典套路 原地轻巧不后退 初期不意敲大背 好下一单点 圣龙循环手刀 漂亮一套带走 但是没有肩Mix V字兼具 坏了一丝血 小小这边西加射 好吧还是很难翻 大家都跟着我们 下期节目再见 老肖还是猛啊